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阿楓,不好意思,請你騎我一點點 好的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太左了,右一點點 好 剛才那個位置漂亮一點,請你騎到肚子那裡 好 我覺得畫面太齋了 不如放公仔在家中肩膀上看看 把公仔的屁股對著我 OK,不錯 不要隻公仔 好,準備 Hello,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不好意思,家光 今天我的鏡頭狀態不好 我今天還是不拍 沒事吧?你是不是有強迫症?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自己,又或者是自己的親戚朋友 畫多畫少都會不斷有一點點的強迫症 也就是說,想做什麼就要第一時間做 不然身體不舒服 如果控制得不好 好,還會嚴重影響爭 譬如說,我一個有強迫症的朋友 我每次看到他用手機,我就覺得極度煩 APP上面一個紅點都不可以有 即使沒有WiFi 就算用流量,他也要更新全部APP 而且他的APP還要按顏色排列好 而且還要按照紅橙黃綠藍定指七色排列 排到彩虹了 如果有一個APP,他一更新的Logo換了之後 嘩,顏色不同了,那就大劑了 咦?為何有一個APP 由橙色變成白色? 又要重新排過了 說真的,這些東西,真的關我差事嗎? 他對著手機排了幾個小時 Nend of my business 但跟這些人出街真的關我事 因為他們的行路方式真的很浪費時間 你一定要左腳出門先 插錯腳,還要重新來過 又為何一定要踩著街磚的中間 踩中條線,又要重新來過 又又為何要整個忍者踩一條線來走 你又不知條線去哪裡? 明明是十分鐘的路程,他堅硬地走了半小時 不過走路半小時,你就偷笑 他吃飯多久 跟他吃一頓飯就像拜神一樣 鬼那麼多步驟 你不按他的步驟來,他還說回你 現在吃完飯 調味料記得從低到高重新放好 還有,吃茄汁豬扒飯 要先吃蕃茄再吃飯,最後才吃豬扒 我想先吃豬扒 絕交 你還沒付錢 但是,認識到有強迫症的朋友 都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們會特別關心你 你的副鏈還沒拉完? 謝謝 其實說真的 在日常生活當中 遇到有強迫症的朋友 我都不知多開心 你想想 你有甚麼事交給他做 他絕對做得很好看 看靚靚仔仔 絕對不會媽媽夫夫錯留白順 因為他們有強迫症 他會強迫自己做得很好 不過,我們說笑還說笑 真真正正意義上的強迫症 其實是一種病 患上這種強迫症的人 他們會控制不到自己 做一些比較奇怪的行為 譬如說會瘋狂洗手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覺得自己身上那種 所謂的強迫症 真是強弱的過範 我建議大家 馬上看醫生的朋友 成就我愛到不掌視犯人